心转了 念头转了 这就是念佛三美 清净心心情 清净心 生智慧 不生烦恼 世出世间法 别再管了 不要再想了 把时间通通用来 想阿弥陀佛 想极乐世界 怎么想法呢 经典里面所说的 全是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专业 这就够了 还要什么呢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接受阿弥陀佛的供养 那边生活环境好啊 全是阿弥陀佛 无量界点 极功累得 出家时候 这是受无界之前 出家 罚葬必求 罚 四十八佣 无界时间的修行 这个功德 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成就到今天 世界了 无比殊胜的佛报啊 是他老人家提供的 去享他的福啊 每一天 在讲堂里面 讲经教训 没有中断 那是求慧 你看 到极乐世界 得的是佛报 每一天听阿弥陀佛 讲经教训 是长智慧 到极乐世界 就干什么 佛慧双修 成就自己 圆满的佛会 就成佛了 成佛 决定跟阿弥陀佛 没有两样 我们出家学会是为这个 你要是为别的 你就错了 方向 目标正确 要应该 认真 努力去干 真干 那么你这次出家 就没有白出 没有造罪业 端正行念 让社会大众 看到释迦牟尼佛 本来灭目 不要误会 佛教是迷信 是宗教 告诉大家 我们是用行动 告诉大家 佛教是教育 圣迦牟尼佛的教育 是佛对九法纪 至善圆满的教育 这个没错 我们要做出来 要表演出来 自己要得受用 改造命运 就是受用 没有福报 现在得福报 是受用 没有智慧 现在智慧正常 没有寿命 现在寿命延长 真实的佛宝 真实的智慧 本经上说 真实的利益 这不是假的 我应该会认得 因为我会认为 我们来想再试一下